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 《婚姻的意义》这本书的第六章 叫做《拥抱他者》 今天也是我俩结婚18周年的纪念日 4月18号 18年前也是一个主日 而且那个时候那个主日是复活节 你就知道我们当时的婚姻观和教会观 多么的不归正 他居然是在主日结的婚 你了解吗 现在都是在周六嘛一般 所以这18年经历了太多的事情 婚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所以婚姻的意义 其实也不可能是一个人来写 因此这个第六章挺特别的 是凯勒牧师的妻子 是凯西 诶 都姓凯吗 所以是凯西写的 是他的妻子写的 那虽然整本书 其实都是他俩合住的 但这一章是完全由他妻子独立来写的 这个就挺意味深层的 从女性的角度怎么看待婚姻 当然可能今天还是我在说 是我在说 但是人家这个书的内容是 是这个凯勒牧师的妻子写的 实际上来说 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 顺服圣经的话 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那么容易 圣经的话常常被人当作武器来利用 我也发现是这样的 我们大家都在效法保罗 我们都是炮 各种开炮 是吧 又用来镇压 又用来反抗 拿圣经的话 比如说妻子最爱说的一话是 你要爱我 丈夫要说的 你得顺服 是吧 我为我俩这个十八周年婚姻纪念日 我定制了一对戒指 我在里边刻的字呢 一个是丈夫要爱妻子 如同基督外教会 一个是妻子要顺服丈夫 如同顺服主 那我问你 谁带哪个呀 你要开炮就得带 互相对方那个 摘出来 看 魔戒 背得想住你不可 你个人带自己的 对不对 你看你自己的 别管别人 凯西 他是在 上学的时候 认识凯勒牧师的 他俩是同学好像 而且是在一个 不分男女的世界 和学校这样上来的 他们上同样的课 同样的学生 也同样有体育 有什么课程 有神学讨论 突然一结婚 凯勒上班去了 他留在家里 盯着这个洗衣机 和厨房就开始发愣了 原来我是个女人 他也是很晚才意识到 自己是一个女人 这个身份的 也就是说 他从小实际上 是在当作被男性 好像掌管的这个世界 当作男生来去培养的 教育的 至少是在一个 不太区分男女的世界里 被培养的 对吧 仅仅从这个意义上 我发现 好像某些国家 某些地方 有所谓女校 可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对不对 我听说韩国 有什么梨花女子大学 可能还有一定的道理 要不然你这个成本 或者说这个学习 都得在成年 甚至结婚之后 开始学 而且还必须学 不学是不行的 但到底人类是 有没有两性 这个问题 这就回到圣经 我们大家知道 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人 对吧 神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后边那句话 乃是造男造女 换言之 经常我们说 父神 天父 但不是说上帝是男的 对吗 当然也不是说上帝是女的 上帝没有性别 但上帝说 他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意思 而且造男造女 意思就是说 男和女都是上帝的形象 而且上帝是故意这样做的 直接造的就是两性 你生来你的细胞里边 你要么就是XX 要么就是XY 对不对 你的基因决定了 你就是男 或者女 而且非常大的不同 如果你就故意忽视这件事情 你就无法理解 世界是怎样运作的 上帝的心意是如何 今天这个世界 倾向于要取消性别差异 对吧 但圣经不支持这种看法 上帝造的人 就是有男有女 造男造女 并且都是上帝的形象 今天的这个主意 比较认为 性别是一种社会建构 是社会给你的 赋予的一种性格和品格 这个不是圣经所说的 而是生来就是两性 一旦你放弃自己的性别身份 你就一定会迷失自我的 而且男人女人都是被造的 并没有谁被造的材料更高级一些 你非要说高级 那好像还是女人被造的材料 高级一些 男的是用泥土 女的是用肉 肉和骨 还高级一些 有机材料 所以都是按照神的命令 被造的 都是受造物 而且上帝造完男女之后 是不是吩咐他们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是一块讲的 你要注意 是两个人都领受的 原来我可能也这么讲过 如果我那么讲过 就是讲错了 就好像我是在说 上帝的所有诫命 都是吩咐给亚当的 亚当再传给夏娃 夏娃没听明白 看起来不对 因为上帝是对男和女 说你们要生养众多 因为我是这样造的 至少这句话 上帝是对男女都同样讲的 都听到了 所以他们受造而平等 并且这个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那么非常明显的一个道理和事实 是男女结合才能完成 男和男生不出孩子 女和女也不行 唯有男女结合才生得出来 我是一直不太明白 同性恋这些支持者 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和怎么解释这个问题的 如果全世界都搞成同性恋 当然他倒是也不是要主张 都搞同性恋 他主张的是保护他 是吧 但是如果真是 同性就是合一的 你不禁要问自己一个问题 那干嘛上帝起初 不就只造一个性别就好了 这么费事干什么 人也可以无性升职嘛 就像某种植物似的 但是上帝没有那样做 他造的是两性 因此所有的强烈知识同性恋的 他必然要从根本上来反对圣经 反对基督教的教义 对吧 这是有密切的关系的 而上帝造了那么世界之后 说好 非常好 甚好 一切都好 唯独说不好的时候 是说那人独居不好 我们二叔能详 对吧 因此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有一本书就叫做 妻子是什么 农耀的帮助者 帮助者是从英文 有点翻译过来的 叫Heper Help 加个一二 那你说帮助者 在中文这个概念里边 帮助者 你的直觉的 文化中的 习俗中的反应 你觉得帮助者是 跟那个被帮助者 谁高谁低 还是平等的 你这么确定吗 你是一个人 然后你找了一个帮助者 来帮你 是我比较高 还是我比较低 还是咱俩平等 我说的是汉语当中的语境 你知道帮助者挺文言的 挺文雅的 其实你换个方法 有可能人说帮忙的 妻子是个荣耀的帮忙的 如果说是个帮忙的 你可能就明显地觉得 就是我高 你是帮我来的 对吧 帮忙的 所以有人不太满意 这个翻译 实际上这也不是 原文的意思 那有人建议换一个方式 说妻子不是说 他老公帮忙的 不是他家打杂的 帮忙有人帮盗忙 他想换一个词 有人建议说用 叫顾问 你觉得这个怎么样 一般说顾问 这是高级一个咨询顾问 对吧 那很明显他比你高 对吗 他比你高 你的花钱请人家顾问 人家顾得上的时候 问一问你 顾不上还不管你 顾问 但好像顾问明显是比受帮助者高的 但圣经其实也没有说这个意思 对吧 因此最合一的翻译 查考原文之后 希伯来文的那个词 翻译成英文的帮助者 中文的帮助者的这个词 帮手 实际上我想来想去 这个凯西师母的意思 跟我说这个一样 我觉得比较合一的一个 意象当中的一个词 是叫做 就好像你这个男人 是一支军队的话 他是你的援军 这个意思 援军 援军就是另一支军队 来帮你打仗 对吧 这个就你就知道了 他俩是绝对地位是平等的 有的时候可能是一种补充 有的时候可能是救你命的 比你更高 但基本上他俩是一种平等的状态 对吧 你正在打仗 你一个人苦苦支撑 就快打不过 这时候突然一支大军 从地平线那边出现 那个不敢当 海军还行 从那个山头上出现 哇 你觉得有救了 对吧 就是这个快马家一边过来 你会觉得 这个就太得力了 妻子是荣耀的援军 是这样的意思 当然 所谓的援军 你不要以为非得是 骑兵 坦克兵 什么飞机 那人也可能是医务兵 医疗兵 也可能是后勤兵 给你运来自重了 用来物资了 对吧 总之都是对这场战斗的胜利 有特别大的帮助 这是妻子 真正的那个角色 意味的 所以找一个能够 和亚当配合的妻子 一位帮助者 我说叫援军 这样的一个人 是适合他的 英文中说 那个适合 这个凯西认为 也翻译得不太妥当 实际上呢 是说 这个配偶是 与他相似 但又与他相对 相似又相对 但还不是说 你俩是个镜像 他是镜子里的你 并不是 对吧 而指的是 因为你看 男人的身体的一部分 被取走了 变成的女人 这其实就已经在暗示 男人缺了女人 他就不完整 男女要配合起来 他才是完整的 或者从我的角度来说 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 可能比较像咱们中国 古时 木制的那个建筑里 有一种叫损某结构 是吧 一个是损 一个是某 这么咔 一搭上 这个是非常紧密的结合 对吧 包括你要是比较懂 你也没有什么机会 懂这个知识 很冷 就是火车和火车之间 挂钩 那个位置 那个叫做 美国一个工程师 发明的叫 詹式自动车钩 然后也是 詹天佑引进到中国的 有点像孙某 比那个还精致 小弹簧 轻轻一碰就搭上 卡 一搭上 火车你都扯不开 就非常结实 男女就像这个车钩 詹式车钩 他不是詹天佑发明 是美国同样 也叫詹式的一个人 所以两个人是 两片拼图一样 不完全一样 但也挺相似的 可也不是说 根本的不同 这就叫做 相似又相对 两个人配合在一起 是一个完整的 人该有的一种 美好的状态 每一个性别 都是一种恩赐 中国古人 可能会说 叫阴阳和和 怎么理解都行 总之是缺一不可 平等的对待 当然很快在圣经里边 就提到 伊甸园 堕落了 男女的关系破裂了 不再说 对方是补足我的 而是说 对方是连累我的 互相指责 男的怨女人 女的怨蛇 是吧 就是这样子 在互相指责 之后呢 就变成了 女人要恋慕丈夫 丈夫要挟制妻子 成了这个关系 在咒诅当中了 他俩这个结合 再也不像是说一种 和和 补足 援军 配合 完整 而是像成了一种咒诅 互相依附对方 对吧 离不开 结果还过不了 就是那种 又爱又恨 什么 致远致近夫妻 是吧 古代的话 这样讲 而真正该有的样子 夫妻之间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实际上他提到 既然男女都承载了 神的形象 那你就必须要明白 神 他们彼此 是什么关系 以及神和人 又怎么相处 什么关系 在这两者当中 你就容易得出一个结论 刚才说了 女性的角色 按照圣经 是叫做 援军士的助手 援军士的帮助者 那么相对而言 男人该是什么呢 就被帮助者 不是 男的是头 是领袖 那是什么式的领袖呢 叫仆人士领袖 所以仆人士领袖 和援军士帮手 这两者结合是男女 在圣经里角色的定位 腓立比书里边 看到了一首教会 最初写给耶稣的赞美诗 他最主要赞美的就是 耶稣虽然与神同等 却甘心地去降悲 倒空自己 舍弃了一切自己的荣耀 成为了人的样式 还是仆人 还是罪人 最后顺服 以至于死 到这种地步 对吧 这是上帝给我们 呈现的这个榜样 耶稣虽然放弃了 神的特权 但没有牺牲 神的神性 他接受了这个 死的任务 他顺服他的主人 他的父神 顺服至死 实际上 三一神的 父神和圣子 是在地位上 是绝对平等的 本质上 是绝对平等的 然而圣子却是 甘愿顺服圣父 好让我们得救 你需要记得这一点 耶稣不是被天父 逼得要做这件事 他是甘心 情愿地接受这个角色 而将这一个任务 视之为献给上帝 献给父神的礼物 因此也一样 当我们说在婚姻里 这个援军 这个妻子要顺服 是一种甘心 乐意献上的礼物 而不是强制性的意义 这就是为什么 那个戒指 戴到自己手上的原因 然后凯西就说 她的受教育经历 她说在五十年代 如果说有所谓 按照中性 这么教育的家庭 她家就是 她家几个姐妹 她母亲是唯一 读过大学的 就照这方式教育 果然知识改变命运 是吧 然后她从小 这个凯西就没想过 我跟男孩 是不是平等的问题 没想过这个问题 因为就是平等的 她家除了说 大家上不一样的 洗手间以外 不知道男孩和女孩 有什么不同 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因此当她后来 听说有个叫女权运动 她就很震惊 她说怎么 难道还有女人 在被虐待 剥削 排挤 生来就第一人一等 还有这种事吗 也就是女权主义 实际上提出 各种药方的时候 她首先在意的 不是这个药方 而是她头一次知道 有居然这种疾病 居然有女人 是被压迫的 在她家一直是平等 但是无论如何 她受这个影响 当她长大 第一次听到教会里 你也听过 牧师跟你讲 男女是平等的 但是不相等 有没有听过 你同意这句话吗 实际上 凯西听到这句话 是强烈的反感 平等 但不相等 她说听起来 特别像那个 五十年代的 种族主义者 说那个口号 是说白人黑人 咱们分开 都是平等的 但是咱们分开 你知道这叫做 种族格局 是吧 因此 当她听到说 男女平等 但是并不相等的时候 她所感受到的 就是各玩各的 划分一个领域 女人玩自己 女人弄一曲 男人我不跟你一样的 我不歧视你就得了 她觉得这个 非常的不对劲 因此当她听到 教会说 男人要做头 女人要顺服 对她整个三观 是一次严重打击 但是她说 非常的感谢上帝 她遇到一些 很好的老师 老师在她 仔细地查考 刚才说的 腓立比书 第二章的经文 她在这儿突破了 明白了 意思就是 刚才我们说的 三一神的第二位格 自己顺服 成为仆人的样式 可是她这样做 她的尊严和神性 并没有受损 反而是得到 更大的荣耀 对吗 因此 神如果让一个女人 在婚姻中扮演 类似于耶稣 在三一神救赎 计划争处 那个角色 你怎么会 因此受伤呢 她是从这儿 来突破的 我看到这儿 我也挺感叹的 就是如今 美国也好 中国也好 还有这样的老师吗 能够真的是 从一种圣经的角度 和三一神的角度 来解释这个事吗 而不是从 你这个国家 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传统中来说 还是要回到圣经 所以上帝造了男女 就是要说 有一种不同又相似 相似又相对 这样的两性 来荣耀他 女人不是一个 很无聊的男人的复制品 男人当然也不是 女人的一个模板 刻出来的 他俩是不一样的 你必须理解到 这种不一样 所以他就明白了 作为女人 安守女人的本分 没有贬低她的尊严 也不会对她构成威胁 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他才真正跨越出了 那信心的一步 凯西年轻的时候 美国的女权主义运动 或者叫做 女权运动1.0版 正是一个如日中天的时候 他虽然不是完全赞同 女权主义的运动 但是说让他选择顺服 其实太不像他的风格了 也不是他周围任何人 鼓励或者理解的行为 不过当他一个是明白了 自己是要效法耶稣的那种顺服 第二 他又再次明白到 男人也要顺服 他才明白了 顺服实际上是对男女 共同的要求 女人如果是这种 援军式的助手 男人就叫做 仆人式的领袖 换句话说 男人也需要 误宁说 男人更需要顺服 顺服上帝 什么叫仆人式领袖 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最好的榜样 在上十架的前夜 他亲自给门徒洗脚 对吗 因为在古时 从古到今我们都知道 给人洗脚这种事 一定是晚辈对长辈 一定是说仆人对主人 对吗 然而耶稣说 我是你们的拉比 是你们的夫子 是你们的主 我尚且给你们洗脚 你们也当效法我 这就最清楚无比的告诉我们 如果谁想当权威 谁想当领袖 那你就要先成为仆人 把你的尊严 面子 所谓的那点东西放下 去爱别人和服侍别人 耶稣颠覆了整个人类历史 一切对于主人权威领袖的定义 他将领袖定义成了仆人式的领袖 仆人的权威 圣子也是圣徒 任何的权力都是用来服侍人的 不是用来满足私欲的 耶稣是一位服侍人的主 他来是为了服侍人 而不是受人的服侍 甚至他服侍到一个程度 要为人舍命 洗脚里边就有神学 对吧 但是这东西也能变异 我发现这天主教教皇方济各谁的 每年一度也要专门挑一群人 在那挨个给洗脚 怎么看都像故作姿态 因为只有这一天洗脚 别的时候在上面作为作福 对吧 同样 咱这国家每到重人重阳节 养老院老人家就苦不堪言 这脚一天 要让洗多少次 都洗涂了皮了 那就是那种作秀了 对吧 所以洗脚不要把它理解 从一种行为姿态 理解的是叫做降悲 你所能在这个世代 能服侍别人 能够做到的最降悲的事情 是什么 你要想这件事 你像我看到过 有一个医生 也是个基督徒的见证 那个病人怎么信主呢 是因为他的孩子患病 很严重的病 在那住院 白血病什么的 然后呢就经常你想有了那个药物之后 有反应 结果有一次孩子就是有呕吐嘛 他那个主治医生 你想有博士教授 那么大的学问 那么大年纪 那么结果是那孩子要吐 叫吐那 这个教授就是伸出两个手 给他捧着 接他那个呕吐物 接到手里 接完了一手 再就倒掉 然后再怎么样 他这么的照顾这个小病人 这个孩子 其实作为一个主治大夫 专家教授 他不需要这样做 对吗 而且并没有别人在场 因为那时候只有这个孩子在那 他就这样做了 或者说你让孩子吐地上 吐床上 他能怎么地 换局呗 又不是我换 结果他在没有人的时候 他这样做 妈妈正好是给进来了 看见非常的感动 所以你说这件事 这才叫降卑 对吗 很谦卑 他没有想过那么多 他就是觉得服侍人而已 孩子也需要服侍 跟我身份什么无关 爱他的方式 就是这样服侍他 可是当时耶稣给门徒洗脚 门徒其实不明白 就在这个洗脚这件事之前 门徒在那每天 耶稣都要定死了 老师都要死了 他们在那抄抄啥呢 谁坐左手边 谁坐右手边 开国的时候 谁是左将军 谁是右将军 谁当丞相 谁当御使的 这个玩意儿 如果要玩耶稣 我心都凉了 拔凉拔凉的 这都是什么一群人 对吧 结果耶稣没有 他教导 他示范 他告诉他们 领袖 你想当领袖 你想当权威 告诉你 领袖就是这个 就是服侍人的 所以当保罗写信 给以夫所教会 就是我们这个书的主题经文 告诉他们说 妻子和丈夫的关系 就等于说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的时候 说教会要凡事顺服基督 而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 这个意思你就要来从 到底基督是谁 他做了什么 他在对人的时候 他是领袖 他做了什么 他在对三一神的时候 对父神的时候 他是平等的 本质相同的神 他又做了什么 你要这样来理解 他是顺服的 他是仆人式的领袖 因此当我们说 妻子是一个 援军士的助手的时候 丈夫就叫 仆人式领袖 他也要顺服 他要顺服耶稣基督 顺服的表现就是去爱 爱到永不止息 甚至为所爱的人去死 那么如果妻子和丈夫的关系 真的就像教会顺服基督 这个关系 那作为姊妹来说 你没有什么好怕的 你都要在自己的婚姻中 扮演耶稣的角色 都要效法耶稣的舍己 和这种舍己式的顺服 因此 明白了这件事情之后 这一章的题目叫做 拥抱他者 就是拥抱一位 跟你真的不一样的 本质上不一样 但又相似而相对的那一位 也就是配偶 拥抱你的配偶 拥抱他者的时候 才做得到 拥抱他者的意思 就是要彼此接纳 男女不同 生理差异明显就看得出来 只有女人可以生于后代 但其实跟这个生理差异 比他更明显的不同 是那种情感特质和心理特质 心理特质 我俩有一次沟通 他说一个比喻 我亲自说个比喻 挺有意思的 他说女人要是跟谁结婚 他就很渴望是说 你进入我的世界 跟我一起干点啥 具体而言 不用那么玄乎 就是你进厨房来 跟我一起干点啥 是吧 而男人呢 他就比较倾向于是 请你离开我的世界 让我安静一会儿 他好像比较容易 这样得到快乐和满足 是不是 所以这蛮有一切的想法 女人说 欢迎你进入我的世界 女人说 能不能请你离开我的世界 男人 所以男女人 他们追求成熟 和追求幸福的路径 好像不太一样 一般而言 一般而言 男的比较独立自主 习惯于发号施令 他比较往外看 拓展视野 比较主动去做一些事情 听起来也不错 但是在罪的影响之下 这种特性会变成一个 很不好的东西 比如变得很粗义 他的发号施令变成蛮横 变成一种个人主义 或者就变成了一个 他很讨厌自己的粗鲁 很讨厌或者他父亲 带来的那种向外拓展 那个男性化的东西 他有可能故意的 不要照这个来 他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依赖别人的 巨婴式男人 什么事情都不做决定 一定要让别人做决定 因为他痛恨 像他父亲那样的 发号施令做决定 也就是说 男人可能会犯到两个罪 一个是过于男性化 另外一个呢 拒绝男性化 所以过由不及 这两个都是罪 都是罪 你没有真的照你的 被造的形象去做事 相对而言 女性也是类似的 女性一般而言 比较注重关系 也比较好像习惯于 接受指令 而不是发出指令 当然他说的是美国女性 我不知道是中国的 是不是也比较愿意 发出指令 比较愿意向内领受知识 关注生命本身 但是在罪的影响下 也是一样的 他要么就会过于 依赖这个男人 依赖对方 或者他变成 我就偏偏不依赖你 我独立自主 什么我都能干 万事不求人 没求人 我自己往上扛 我用你 非得用你 我不在 我雇人我也不用你 我就要证明 没有你 我活得好 甚至活得更好 因此 因此这个也是罪 女性也同样可能会犯罪 一个叫做过于女性化 一个叫做不够女性化 一个叫做什么 拒绝女性化 对吧 男人女人都有这样的问题 过由不及 过于男性化 过于女性化 或者是拒绝男性化 拒绝女性化 这都是罪 最近网上有一个 好像是说 谁上一个节目 有一个女性 说了一句话 一一宣人大波 男性女性 男权女权 吵来吵去 吵得不可开交 因为她上节目的时候 这个女性说了个啥呢 她说中国男人 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们那么普通 却那么自信 她有道理的样子 就各种怼 我也不想跟你学 男的怎么怼她 怼的 有的是愤怒的怼 有的是解构式的怼 有的是搞笑 因为男人也可以同样说 因为你也很普通 所以我们都很自信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两性之间 很容易有排斥心理 你知道吗 这个在小孩 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 看得特别明显 有那么一个阶段 男生女生之间 那绝不互相往来 对吧 特别讨厌对方那个性别 再到大了 才变成两性相惜 实际上 之前有个排斥的过程 骨髓的有点调 调不上对方那个性别 爱一个异性 真的很难 说实话 真的跟你不一样 有很多误解和愤怒 在一个办公室里 女人们围着一个饮水机 在那儿 这个洗发水 那个健身 这个什么 各种八卦 男人在旁边 其实投影轻蔑的目光 抱拳 女人 但其实也一样 看着男生激动的 球怎么样 政治怎么样 一些工作 面红尔士 女人在旁边说 男人 其实一样的 对吧 互相看不上 但人如果都以自己为标准 自以为义 你就无法欣赏到对方 据我了解 我所认识的一些同性恋的朋友 他们为什么选择同性恋 你知道吗 最主要的原因 除了一些邪恶的情欲方面的缘故 除了那些 最主要的一个原因 是因为他们认为 跟同性相处 比跟异性相处容易得多 你承认这一点 这其实是事实 我也承认 这谁不承认 对吧 你肯定是 女的有闺蜜 男的有哥们 是吧 跟哥们相处 跟闺蜜相处 他容易得多 你发现绕来绕去 你闺蜜最理解你 对吧 或者说 寻遍这个世界 我发现 跟我一起打球 跟我一起钓鱼 跟我一起徒步的兄弟 好像我俩才是最无话不谈的 这个很容易产生这个感觉 因为同性身上 没有那么多差异 需要你接纳 而已婚的夫妇 男女的这种夫妇 一定要接纳别人 跟你不一样的地方 然后才达到 二人合而为一 这种又接纳又合一 只能发生在男女之间 男男女女 是不需要这个的 做不到 你想上帝的创造 这个宇宙 是由这些物质组成 物质是由原子组成 原子里边 是不是也靠着 正负电荷的吸引力 它才能结合到一起 你俩正电子 或者两个正电荷的 这个粒子在一起 怎么处 同性相侍的 对吧 所以拥抱他者 正负电荷相结合 是这宇宙可以运转的原因 这一件受造的 这些事实 也同样适用于人类 男女的这种结合 就不说繁衍后代 就是从人的成长 这个角度来说 它也是维持 人的这个社会运转 必须的一个法则 所以男女 如果是不从神的这里 看问题 而只从自己看问题 非常容易 男人藐视女人 女人讨厌男人 对吧 在男人眼里 女人所谓的 注重情感 注重关系 你就是情感 依赖性太强 你就是太转弱 每天哭哭啼啼的 而在男人 而在女人看来 男的那种独立自主 就是还能装 是吧 超级大号垃圾袋 就是能装 对吧 特别能装 他根本就觉得 你这不是什么 值得欣赏的优点 虽然他自己 感觉良好 因此男女在主里 就算是 你是夫妻 也是需要有结合的 要有培养的 如果你两个人 不去从圣经这里 领受真理 你骨子里实在 暗自蔑视你配偶的 那个性格特征 你骨子里瞧不上他 你这样就真的过不下去 不可能真正好好相处 但是耶稣 给我们这种榜样 更重要的给我们力量 让我们可以改变 这种咒诅和宿命 耶稣的做法 就是拥抱他者 你说男女差异大 那我问你 神和人差异大不大 更大 绝对大过男女差异 对不对 然而耶稣对这个 跟他太不一样的人 虽然有相似性 太举手神 跟他真的不一样的这些人 而且是罪人 凡人 他的选择是什么 藐视你 虐你 没有 他拥抱了你 他拥抱了我们 就是为我们的罪而死 他不仅爱的是他者 而且爱的是仇敌 当你要爱他者的时候 就意味着 你要常常牺牲自己 被背叛 被拒绝 被攻击 实际上人最容易做的选择 和事情就是转身离开 上一讲我们在讲 男女要成为好的 夫妻要成为好的 朋友 友谊 对吧 怎么确定你跟这个人 能不能相处 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就是 你俩一起看到 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 你是想一起来解决 这个问题 还是想就逃开 我也离开 如果是想一起解决问题 恭喜你 就比较可能 神在配合你们成为夫妻 如果只想逃避 那你还需要成长 确实是 最近看了一个电影 迪士尼出名的 叫《寻龙传说》 一个动画片 那个主题跟这个有点相似 几个国家势同水火 其实原来都是一脉而出 到后来的解决的办法 必须选择 相信你的这个貌似的仇敌 拥抱他 最后大家都死了 然后那个能让人复活的力量 才会降临 人才又都活了 大家才真的相爱和合一 所以仅仅在这些点上 我也看到一点福音的影子 他讲的也是这件事 就是要去爱和接纳对方 不是去藐视他和攻击他 所以认识这种爱 遮盖式的爱 是一个人的婚姻 能够来去成熟他的核心 你唯独靠着耶稣基督能去做 首先别说那么远 爱仇敌 拥抱你的配偶 爱你的配偶开始 接纳对方和你不一样的那些地方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 这是圣经的启示 而如果这个社会的一个习惯模式 是男的出去挣钱 女的在家照顾孩子 其实说白了 你想过没有 这种做法也不是天经地义的 实际上也就是这一二百年 才开始有的一种家庭模式 在古代的时候 千百年来 你要说种地 通常是男的丈夫 丈夫和妻子要一起来种地的 有时候孩子还得上 如果说是经营一个商店 有老板 一般还有老板娘 老板娘可能承担的责任还更大呢 对吗 有时候孩子要帮打下手 是不是 这个是叫做 即便在工作上 他都有配合和帮助 所以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现象当中 男女的工作分工可能会有不同的 但无论如何 丈夫要做头 以温柔和服侍的精神行使权威 妻子要顺服 坚强地满怀恩典的帮助丈夫 这才是一个家庭受造时候的美好的样式 所以男跟女之他没有毛病 但是说男的就选择在家 比较来照顾孩子 女人妻子出去上班 其实也不是说就违背的圣经 你要明白这一点 关键是无论谁出去上班 谁在家 男的是头 还是要这样讲的 不是说你默认在家就地位低吗 你这么讲就完全没有理解圣经的意思 对不对 比如前一阵刚刚去世的一个 英国女王的丈夫 有没有听说 菲利普亲王 是吧 99去世了 菲利普亲王 他妻子是谁 是女王 女王是谁 是国家的元首 也就是在家里 他是你妻子 从基督教教义上你是头 但是在社会上呢 在朝廷里呢 这是领导 你是他的臣仆 对不对 所以菲利普亲王 嫁到 嫁到 其实就是嫁到 因为是你跑到英国去 对吧 入坠 然后呢 他的岳父 当时的英国国王 就给他讲了一句话 是他受用一生的 说 爱国就是爱女王 对你来说 爱女王就是爱国 爱国就是爱女王 好有意思的一句话 爱女王就是爱妻子 爱妻子就是爱国 他统一得很好 所以你看 他的角色 他显然比较在幕后 对吧 女王是在前边的 对吧 因此男女的这个分工 你要搞清楚 在一种文化中 接受这个文化 并无不对 但不是说 那就是圣经的启示 并非如此 然后呢 拥抱他者的这件具体操作来说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 首先 这句话叫做 一厢情愿不可行 就是说 你得找一个很安全的地方 来实施这个丈夫做头 妻子顺服的这个事 后来一定有补充 但先这么说 也就是你接受婚姻的性别 婚内性别角色差异的这个女人 你得找到一个确实 愿意当仆人式领袖的丈夫 你当这个帮助是援军式的助手 才合宜 是不是你也这样想的 咱俩谁先道歉 说 对吧 所以哈 有时候你看电视 看成龙大哥的一些个影片 或者是一些节目 下面都会有一堂字幕 这是专业动作 这是专业人士 请勿在家中自行模仿 对吧 但是我告诉你 婚姻这件事却正好相反 只可以在家庭里模仿 或者是信徒群体 教会里 你千万别在别的地方这么尝试 你可别把你领导当成 仆人式领袖这么要求 在你家里 只可以在家里模仿 刚才我们说的这种 因为只有在信徒的家里和教会里 才有这种赦罪的恩典 悔改的恩典 如果一个男人 居心叵测的 就将丈夫做头 妻子顺服这个概念 当成了自己的武器 女人要落到这个男人手里 你完了 你世俗的那些苦之外 还再加上个鼠灵的虐待 苦不堪言 饱受虐待 教会绝对不能忽视和弱化这种痛苦 但是 西方的言语说 你不要说倒脏水 把里边婴孩也给倒掉了 我们得保住孩子 尽量地把脏水倒掉 顺服和仆人士领袖和援军师 他还是对的 对吧 你不能因为有人做的真的不好 就说这个就不对了 不要矫枉过正 所以唯独按照耶稣的这个要求去做 然后才能加变成一扇恩典之窗 你才看见那种受造时 人类本该有的那个荣光 所以记住要倒脏水 而不是把孩子脏水一起倒 然而圣经又说一点 说了刚才讲 丈夫是仆人士领袖 在家里有最高权威 也负最终责任 妻子是那个援军师的帮手 但圣经没有跟你具体讲过 这个行为到底具体到什么程度该去做 虽然有一个大概的分工 你看圣经也说 教导少年妇人要操持家务 爱儿女爱丈夫 好像给你感觉更多的要承担这方面 但没有绝对的说死 是吧 具体的行为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不是说男人就不能照顾孩子 不是女人就不能挣钱 圣经没有列出这些禁忌 没有说女人就不能干什么 男人就不能干什么 所以圣经是普适于所有文化的 你的文化可能有不同 但圣经这个要求是一样的 无论你什么文化的基督徒 你在主里都要来接受 男人做头做领袖 女人来顺服 但男人的也要顺服上帝 顺服耶稣做仆人 这种角色 他家的例子就是 凯乐家的例子 他们刚搬到费城的时候 买房子 结果就发现还房贷什么的不够 他家一看也付二代 要付房贷要付车贷 是吧 付不起 所以这个 凯西就到一个出版社当编辑去了 他每天出门上班 而正好这个 凯乐呢 就工作时间比较自由灵活 所以尤其在日中 晚上和尤其寒暑假 他就像当奶爸 送孩子上学 陪孩子过暑假 因此别人看他们那个婚姻就好像搞反了 男女整颠倒了 但其实这个并没有 搞颠倒 因为凯西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出去赚钱 贴补家用 好让凯乐可以专心的去在神学院 教书育人 你可以明白这叫帮助者吗 是吧 这个意思 他在帮助 所以不要完全地去说 男女就一定要做什么 不做什么 其实你要来较真 那为什么非得这个事就男的干 女的不干 或者相反 一般你说到最后就是 因为我家就这样 我爸就是在家干家务的 那个时候我爸在家就不干家务的 那你说谁爸比较大 这马上就要干账的节奏 是吧 你爸不是爸 我爸不是爸吗 都是爸 对吧 不是这样 圣经没有说这个 哪种都是对的 就是你俩怎么合一 但还有一种意见 是说 好 你刚才说的我都承认 男人女人有深刻的差异 不同 但我就这不明白 为什么非得男人做头 既然男人女人一样尊贵 那为什么非得男人做头 既然一样尊贵 女人做头怎么就不行 刚才我们说了 可变的是文化 不变的是男人做仆人式领袖做头 女人是顺服 是援军式的帮手 对吧 这个不变 那他不满了 为什么女人就不能做头 为什么男人非得做头 你知道答案是什么吗 答案是不知道 凯西就说 诚实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 那同样的 我问你三位一体的神 我问你 为什么非得耶稣顺服 圣子服侍呢 那天父呢 你就不能下来死吗 你就不能来服侍吗 让你儿子能不能痛快一会儿 那你说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呗 对吧 为什么是圣子顺服 不是圣父顺服 我们不知道 但我们知道什么 是基督的顺服和服侍 是一个荣耀的记号 而不是修主的记号 证明了耶稣的伟大 而不是耶稣的软弱 对吧 故此 圣经也告诉我们 男女在家里的分工不同 主要看恩赐 妻子通常是要来更加做那种 温柔的支持者和鼓励者 养育儿女照顾家庭生活 丈夫呢 则更多要做到直接和经常的表率 为家人提供保障 保护他们 也要来参与教育儿女 养育儿女的责任 基本是这个分工 但是恩赐是各有长短的 应该取长补短 而不是说要一概否认你的短处 而加强你的长处 不是这样 比如他说 他和凯勒 凯西和凯勒都来自于 母亲强悍父亲弱这种家庭 你听起来 那说明我们也会有共鸣啊 咱们家庭背景一样啊 不是 因为他俩一个是男孩 一个是女孩 你知道吗 男孩来自于母亲强的家庭 和女孩来自于母亲强的家庭 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 所以就变成了 结婚之初 他俩的默认的趋势 和心理的感觉就是 都要来成为我家的复制品 结果每个人都发现要改变 都向溺水行舟 对于凯西而言 他需要功课的 需要来学习的 就是要让丈夫做头 在他家里 自己的原生家庭里 是妈妈做头的 而对于这个提母而言 就是凯勒而言 他的主要的责任 就是要帮助他的妻子 安分守己 因为他家里 他的妈妈很强 不是太手足安长 愿意守住自己的位置 但是也不要忘记 要养育孩子 和让妻子 也要来参与到帮助丈夫 不是说妻子就啥也别干 就在呆着 故此 他的丈夫 凯勒就需要来 特别的加强 仆人式领袖这一面 这句话一定是对的 但是对于每一个丈夫而言 不一定 平衡都一样 有的丈夫 就更需要来强调 他要成为领袖 他太软了 太捏了 太愿意依赖别人 太不敢做决定了 对吧 他太像仆人了 他就是仆人 实际上 他不是领袖 对于这样的男人 他就需要来强调 他要成为仆人 是领袖 是吧 但是也有一些人 他更需要强调的是 你要成为仆人式领袖 是吧 你要淡化一点 后边这个 每个人是真的不一样的 我觉得对我而言 我很明显 我要更强调成为仆人 这一面 就别再过多地强调什么领袖 是吧 在家里更多地去当仆人 好一些 然后这种拥抱对方 拥抱他者这件事 还会让两个人的智慧都加增 这是同性恋搞不出来的 既然你能够在顺服了神 婚姻里的安排 就会让你们更平衡 更开阔 而且更学会了对方 他举着他的例子 我发现也是我家的例子 我相信是很多基督徒夫妻的例子 凯勒就是说 经过多年婚姻之后 他发现他俩有一种默契 就是每次当他想针对某个事 做出什么反应的时候 他都能知道 他老婆如果在场会说什么 做什么 然后你后来证明一下 也就是这样 我家好像很多时候也这样 我俩基本上也不沟通的一些事 如果你分别问我俩 答案基本上也是一样 这个很有意思 而且这个说的意思 不是说你俩是一样了 相似了 而是说即便你知道 他俩不一样 你也会说他会怎么说 而且你会郑重地考虑 他那个说法和做法 会不会比我这更合一更好 有的时候你就会选择 对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个 但是我妻子那个反应 我想来想去 他那个更好 我愿意照他那个来 也就是原先你只有一种武器 一种行为模式 现在你有两种了 你有两种了 这个夫妻二人 各自有了一个双系统 你可以明白吗 就好像掌握了 另一种语言 另一种武器 另一套策略 他可以灵活地切换 他会选择用自己固有的策略 去应对一些事 但他也学会了 用他配偶的那个策略 去处理一些事 因为他很了解 他的配偶会怎么做 两个人实在是真的很不一样 其实用凯西的话说 他这个丈夫 凯勒就比较男性化不太明显 就是性格特征比较弱 就特别怕不愿意得罪人 那种人 但有的时候突然又冒出了 男子和气概 就很让人讨厌 比如他有时候就问他丈夫 你生气了 丈夫没有啊 生气啊 但明显不高兴 过了三五天了 他承认 对啊 我其实当时真的生气了 我很生气 但我不好意思说 总犯这种事 然后他就反倒更生气了 他就一说一了过去了 结果这人 他丈夫后反劲 他就心说 这一个成年人 怎么这么 连自己的感受都不能了解 你怎么模仿别人呢 他会有这种感受 但男人是这样的 他愿意往外看 他是不太愿意 审视自己的感受 他不太愿意往里使劲 女人不一样 所以到后来 他就怀着尊重的态度 帮助丈夫认识自己 但有时候 他发现他自己 会冒出这种话来 这事还是你做决定吧 你听起来 好像很尊重丈夫的样子 对吧 因为你这个人 更容易无动于衷 你没啥感情 所以你做决定吧 还给他整得起口枪 是吧 虽然你说 这是不是一种刻板的印象 男性就冷静 女性就情绪化 他说有可能 但是他不说什么印象 他说的是他家 凯乐就是挺冷静 他就是挺情绪化 而这不是说谁不对 谁对 这是一种补足 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 两个陌生人 正在彼此被神使用 医治对方 也自己接受医治 一旦你认识到 婚姻是这种补足 顺服就水到渠成了 好 这是第一个教导 你不要说 在别的地方操练 这个危险的操作 你要在主内 但是就面临这个情况 如果你意识到了 这个婚姻要调整 要去处理 有一些问题 但是就另一方 不开窍怎么办 甚至于就是我们说的 信徒就跟非信徒结婚了 那怎么办 你愿意承担你的角色了 那对方不愿意 你说好 我现在退出来 我不当女强人 我要顺服 丈夫就拒绝做决定 那还是多投给你 你怎么办 反过来也一样 对吧 反过来也一样 他就不愿意承担他的角色 那 所有人在做婚姻辅导的时候 都需要知道这句话 你可以完全控制的人 只有你自己 你不可能改变别人 所以你只能改变自己 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 想让自己更好地进入 合乎圣经的性别角色 你不需要对方同意 丈夫做头 妻子顺服 其实都是仆人 既然如此 总有一方 可以先开始服侍对方 不用等对方批准 和对方非得跟你同步 换言之 我刚才说了 一厢情愿不可行 但它指的是什么 现在要说的是 一厢情愿是不可避免的 总是有一个人先开始的 怎么个开始法 先改变的是态度 这种改变通常还看不见 态度改变了 才会带来行为的改变 如果一个丈夫发现 她的妻子就是很 在灵性上懒散 不太追求 那她能做到的事 不是去批评指责 而是为她祷告 反过来也一样 反过来也一样 那不是你能教导她的 对吧 你能做的是为她祷告 而之前这个配偶 他其实没有这个 要为谁祷告 在灵性的这个身上 祷告的习惯 但借着这个事 他成长了 他开始懂得为别人带祷 同样 如果一个妻子 很厌恶她丈夫 那个大男子主义 或者说那种巨婴式的 都得让她做决定 她很疲惫 她也可能开始学习 或者是蛮有恩词的 顺服丈夫 或者是不再抱怨对方 让她尊重自己 她也变成了开始 不一样的 更丰富的一个人 所以双方在自己的 性别特征中 在婚姻当中 来探索这个角色 每对夫妇的做法 是各有不同的 但有一点是一样的 如果顺服神 你都不能满足 你想背着神的教导而做 你会更加的痛苦 一无所有 所以为什么不去尝试一下 婚姻对你的呼唤 上帝对你的角色的定义 你去来去好好扮演 耶稣的那个角色呢 就让我们可以 共同来操练这件事 在婚姻当中 好 那我们来低头祷告 所以我们来点击